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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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时他创作了两首 一首是天地之间第一号 一首就是我们这次会演的天地之间第二号 那这首作品一进来的地方是非常非常慢的速度 那对于我们演奏者来说 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 大家在不同的律动的情况下呢 大家要十分默契地配合在一起是非常难的 这也就是使那乐作品难的地方 没有指挥 又在不同的声部组合关系上 对于每一个人的要求会更高更难 也需要更好的默契度才能配合得十分完美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在5月5号 来到香港大会堂的剧院 与我们一起畅游在流星的史内乐专场音乐会 New Age的音乐当中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